谢谢发言人 日本独卖新闻记者提问 我们注意到俄罗斯7日发布的 非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名单里 包括台湾之内 那请问中方怎么评论 然后如果俄罗斯对台湾 采取具体的行动的话 中方怎么回应 谢谢 至于台湾地区 为什么被列入这个清单 地球人都明白 台湾如果被制裁 那它是咎由自取 下一个问题